接下来看的是轰动美国这个两年之后终于解密的绑架案 而这个小女孩从四岁到六岁就在这样的一个楼梯隔间里面 整整被囚了两年 除非是特别陡的楼梯 不然这种一阶一阶的楼梯中间的楼梯隔是非常的狭窄 周景从2019年起常常去登门造访 但是呢都没有任何线索 究竟是为什么后来在这一个楼梯间里面发现 原来女孩子就被宣称失踪的爸妈 那么被爸爸藏在祖父的房子里面 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非常离奇的楼梯间绑架案 过去两年多来 美国纽约州警方多次来到这栋位于索格提斯镇的民宅 找寻女童佩斯丽舒蒂斯 她2019年7月失踪 当时只有四岁 而警方本月14号上门再度搜索时 一名警探在楼梯处发现了不寻常 楼梯内部的狭窄空间 失踪女童就被藏在这里 旁边还有她的亲生母亲 现年六岁的佩斯丽舒蒂斯 与父母亲和祖父住在一起 之所以被通报失踪 是她的父母亲在2019年失去监护权后 社会局上门带人的这一天 女童和母亲不见踪影 从此人间蒸发 警方两年多来不断接到通报 有民众表示女童就被关在祖父家 但每次上门搜索 祖父矢口否认之外 屋内也找不到女童的踪迹 女童父母亲16号出庭 面对记者包围态度相当强硬 母亲更以衣服遮住头 完全不想曝光或发言 但包括祖父父母亲等三人 都因为涉嫌绑架面临犯罪起诉 女童这两年没接受正常教育 至今不试字也没有阅读能力 女童父母亲和祖父三人 出庭后都先后获得保释 CNN记者上门试图攀谈 吃了闭门根 女童被藏在楼梯的案件 震惊全美 消息快速传播后 邻居都感到不可思议 对女童来说 虽然这起事件 发生在她很小的时候 但两年多来 躲躲藏藏的生活 曾在14岁经历过绑架 被藏匿9个月 才获救的美国女子施马特 以过来人经验 认为孩子心中一定会留下阴影 现在女童已经和姐姐 重逢与法定监护人祖母住在一起 她身体健康良好 在离开被囚禁的地方 她告诉警察最想念一件事情 女童的懵懂天真让人更加心疼 而纽约州警方也将开始调查 过去两年女童到底经历过些什么 誓言不让任何涉案人逃过法律制裁 TVBS新闻综合报道